灌篮高手电影版终于上映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有没有为这场迟来二十几年的比赛补上一张门票呢 本期视频就结合我个人的观影体验 和大家分享一下灌篮高手电影版的惊喜与遗憾之处 希望可以帮那些正在犹豫是否要为情怀买单 或者纯路人的观众提供一点参考 首先灌篮高手电影版的主线剧情 就是全国大赛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比赛 与身亡工业的对战 这场比赛的前因后果以及种种细节 对于老粉丝来说肯定早就难受于心了 但鉴于还有不少路人观众 我们就简单做一下背景介绍 湘北高中篮球队经过县内选拔 代表神奈川县参加全国大赛 首发的五名队员分别是四号队长赤姆刚县 四职中锋高三年级性格沉稳老练 比赛经验最为丰富 也是队内的精神支柱 14号三井寿得分后卫 同样是高三年级 但因为受伤却写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体力大不如前 并且在这一时期自暴自弃成为不良少年 与工程的冲突也发生在这段时间 霍北安西教练赶化重回篮球队 成为了队内的三分投手 往往在绝境中能爆发出强大的斗志 11号刘川峰 小前锋高一年级 被认为是新生代最有天赋的球员之一 能力全面但性格孤僻 与队内其他成员的关系不冷不热 尤其被鹰木花道讨厌 10号鹰木花道大前锋 同样是高一年级 身体素质十分惊人 以天才自居 最初加入篮球队 完全是因为想要接近赤木青子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和比赛 真正爱上了篮球 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 但凭借其惊人的天赋和身体素质 实力突飞猛进 这也是他常常被其他球员成为门外汗的原因 但小小他的人往往都会付出代价 最后 7号 工程良田 控球后卫 高二年级 虽然个子不高 但身手敏捷 运球能力极强 速度快 有电光火石之称 由这五名队员组成的湘北篮球队 可以说是历年最强的一代 也是非常有希望实现称霸全国梦想的一代 但他们在比赛中遇上了实力 同样非常强劲的 卫冕冠军 善亡工业 可以说湘北在全国大赛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也是最为忌惮的 就是这支球队 因此 湘北对战善亡 就是灌篮高手全国大赛片中最为重要 也是最为经典的一场比赛 本次的电影版一反常态的 将功臣良田定为主角 在比赛中串插其成长的经历 这样的选择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在实际观看的过程中 我确实也觉得有一些回忆部分的串插 打破了比赛激烈的节奏 但转念想想 这毕竟是一部电影 而不是比赛实况 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成长的部分 先不说电影能不能撑到120分钟 全程激烈的比赛 势必会造成观感的疲劳 和对非粉丝群体的完全劝退 而至于为什么选择工程作为主角 一方面是作者锦上雄艳 想要回归出夕 抛弃掉TV版的束缚 用全新的角度来呈现这个故事 另一方面 工程也是首发这几个人当中 背景故事介绍相比较少 结局也较为完美的一个 用它做主角 也算是对之前故事的补完 如果电影版依然参与一幕花宝如主角 在比赛中将那些我们狗瓜烂熟的过往 复显一遍 可能就要被吐槽毫无心意超冷战了吧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 选用工程无可厚非 但如果能把回忆部分适当减少一点 效果或许会更好 接下来再说一说本片的另外一大争议点 三选二的花风 在预告刚出来的时候 包括我在内的大量粉丝都表示无法接受 没有童年那味 然而实际看下来才发现 确实没有童年那味 但人物动作的流畅度 运镜以及真实感 都高出TV版好几个等级 尤其是湘北最后两球的处理 三选二花风 以及漫画线条的来回转换 谁看了不会被惊艳呢 并且这种花风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觉 展现比赛 比如人物运动时的空间感体现 这是之前的二选花风完全达不到的 所以这次的三选二不仅没有影响观感 反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优秀观影体验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湘北最后一球的表现 电影去掉了几乎所有的声音 在那一刻 你只能用自己的心跳 为电影中流逝的时间打着节拍 在看灌烂高手的经历中 从未有如此的身临其境 也其实感受到了电影中反复提及的 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这一幕绝对是全片的神来之笔 另外的一些惊喜就是对于粉丝来说的 比如在会议中出现了长发版三景 以及一幕花道的一些名场面复刻 惊鸿一撇的高人气角色仙道 以及模糊的只剩配色 但粉丝全能一眼分别出来的海南队 还有TV版一幕花道和刘川峰中文配音的回归 所以看电影版灌烂高手 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如果你完全不了解背景故事 且不受这些彩蛋性质的小惊喜感受不到 球场上球员们的成长 以及对比赛的态度 嗨在哪里 感动在哪里 可能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所以在看之前 还是建议稍作一些了解 接下来再谈一谈本片的一些遗憾 首当其冲的就是音乐 相信有不少观众 即便没看过灌烂高手 也听过那首 火遍大厦南北的直到世界镜头吧 本次电影版这段那首 撞清楚摇滚 不可否认也非常好听 效果也非常然 但如果能换成直到世界镜头 和好小大声说爱你 其催泪以及点燃效果 对于TV动画粉丝们 将是指数级的增长 另一点遗憾就是 幽默花道的那段高燃拍资 少了对篮球以及情子的表白 这一点可能要成为 灌烂高手粉丝心中 性能一难平了吧 最后一点 就是电影并没有展示 这次全国大赛之旅的真正结局 通过漫画了解了结局的观众 一定会觉得 那个结局才是真的回味不穷 让人久久走不出来 不过电影这样的处理 倒是与结局创大的精神相集合 青春就是要有遗憾 电影也是 电影结局的完美 对我们而言是遗憾 而漫画遗憾的结局 对我们却是完美 一针一换 虚虚实实 这才是那份青春岁月 给现在的我们最深的印象 总体而言 灌烂高手电影版 对于粉丝群体 绝对是一道 不容错过的试听大餐 它不仅补完了 我们的青春回忆 也带给我们 无与伦比的 篮球视觉盛宴 而对于非粉丝群体来说 除了观看 有那么一点门槛外 整体也是一部 非常值得看的 高质量动画电影 对得起那张电影票 那么也欢迎屏幕前的你 在看过之后 把你的感受 分享在评论区 让我们一起 注意这段热血之拙的青春过往 好了 欢迎电影光栏高手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啦